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,我们的后代回顾2023年的历史事件,那么埃隆·里夫·马斯克的火星移民计划和他将自己大脑上传云端的创举,一定榜上有名。 不仅仅是因为疯狂,更因为遥远的星空、无垠的大地,以及灿烂的生命本身,是任何一个智慧物种都为之不懈探索的终极目标,也是一个人生命中最义无反顾的浪漫。 在无数的传说和文学著作中,大地通常被誉为是生命之母,是力量的源泉,清空之上是神秘的宇宙尽头,埋藏着人类命运的归宿,而对生命本身的探索,带来了生命科学与哲学思辨,成为人类文明上最为耀眼的一页。 从这种意义上说,生命、大地、天空,契合了哲学的三个基本问题,我是谁?我从哪里来?我要到哪里去? 无独有偶,在更为久远的中国古代,人们把天、地、人的存在意义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,统称为三才,意思是三种才能。 天空有着统治万物的才能,大地拥有孕育万物的才能,人类是万物之灵,拥有创造发明的才能。 比起遥不可及的星空和炫妙深奥的生命,大地似乎距离我们更近一些,但是,我们又真正了解脚下的这片大地吗? 根据现代科学家计算,地球的表面积是5.1亿平方公里,其中人类生活的陆地仅占其中的20%,也就是五分之一。 那么迄今为止,人类对地下纵深的探索有多少呢? 是1万2千米,仅仅相当于地球半径的0.2%,由此可以看出,人类对地球纵深的探索极为有限。 那么就有网友发出了灵魂拷问,在现代科学中,地球被分为地壳、地脉、地壳三个部分,科学家甚至连钻穿地壳都做不到,又是怎么知道地球内部结构的呢? 答案是地震波。 科学家在研究地震波的时候,发现地震波在不同介质中有不同的传播速度。 它和光波传播一样,在经过不同介质时,会发生折射和反射。 这样的介质界面,被称为波速不连续面。 简单来说,在经过不同的波速不连续面时,地震波的速度会有所不同,科学家由此反推出地下介质的结构。 做出这项贡献的人,是著名的气象学家,地震学家莫霍洛维奇, 但此时已经是1911年,在更遥远的历史长河中,人类口口相传的传说故事里,人们更愿意相信地球是中空的,在地底下存在着另一个世界。 虽然地下陆地的概念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古代神话与民间传说中,但其实,他们各自对地下王国的说法并不同意,相互交织的概念起源,还有地狱或者是来世,如古希腊神话,北欧神话,以及犹太教,基督教体系里的地狱,在藏传佛教信仰中也提到了地下王国的概念。 根据西藏佛教的传统,有一个古老的城市叫做香巴拉,而它就位于地球的内部。 按照古希腊人的说法,地下有许多洞穴,他们是地下世界的入口。 在瑟雷斯人和达西亚人的传说中,有一个叫扎尔莫西斯的古代神占据着一些洞穴。 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宗教中有这样一个故事,一个人穿越了马苏山的黑暗隧道后,进入了一个地下花园,在北美本土神话中。 曼丹祖祖先就是在远古时期,通过密苏里河北侧的一个洞穴,从地下世界中出来,在亚利桑那州雪松溪附近的圣卡洛斯附近。 阿帕奇印第安人的保留地据说也有一条隧道的故事,它通向地球内部,一个神秘部落居住的土地。 伊洛奎部落也相信他们的远古祖先是从地下世界出来的祸皮人,而且相信大峡谷中存在一个通往明界的西帕埔入口。 巴西帕瑞满河沿岸的巴西印第安人声称,他们的祖先在远古时期从地下中出现,他们的许多祖先至今仍然留在地下世界里。 这些流传了几个世纪的传说故事,基本上都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和确凿的物证。 但在漫长而艰苦的人类发展历史中,地底世界给人类插上了想象的翅膀,赋予了他们一个有气可循,有梦可出的理想之地。